大家好,炸薯条,有人放面粉,有人放淀粉,其实这样都不对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炸鸡店的做法 炸出来的薯条,金黄酥脆,酒放不回软 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哦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下面我们给这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两个不要钱的土豆给它削去外皮 然后放在案板上面去头去尾 再把土豆的一边稍微给它修整一下 接着我们给它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 厚度大约是一公分就可以了 切好之后再给它切成一公分宽的条 所有的土豆条全部切好之后 放在一个油水的盆中给它洗一下 洗去土豆边边的淀粉 这样我们在炸制的时候土豆不会粘连 洗的时候记得给它多清洗两面 洗好之后我们给它捞出控水备用 接下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烧开 加入一勺食用盐 接着再把我们切好的土豆条给它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我们给它焯一下水 加食用盐的目的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薯条更好的入味 我们给土豆条焯水两分钟 焯至所有的土豆条 颜色晶莹剔透 像这样就说明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捞出来 再迅速放到凉水盆里面给它过一下凉 等我们的土豆条过凉过透之后 然后给它捞出控水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用厨房用纸 把土豆条表面的水分给它擦拭干净 如果家里面有吹风机的话 也可以用吹风机把表面的水分给它吹干 最后我们一直把土豆条给它擦拭 表面看起来有点干干的 像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食品地 往里面倒入适量的脆炸粉 这个就是我们炸薯条非常好吃酥脆的观念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配方 有的是加面粉 还有的加淀粉 其实那样炸出来的薯条不够酥脆 而且还容易回软 而我们加入脆炸粉都不一样了 加入脆炸粉可以使我们炸出来的薯条 酥脆好吃就放不回软 接着再把我们控干水分的薯条 一个一个的给它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再用两只手 就像这样编着两头 左右给它抖动一下 使每个土豆条上面都均匀地沾上一层脆炸粉 我们用这种方法不仅快 而且又干净 卫生 一点都不脏手 一直给它拌至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再用一个大点的照理 把土豆条表面多余的粉给它过滤出来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锅中多倒写石油油 烧至五成热 筷子放进去迅速冒小泡 像这个油温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调成中小火 接着把我们的土豆条一个一个的给它下进来 下的时候不要给它丢挨着了 所有的土豆条下进来之后 先不要动它 用手轻轻地晃动一下锅 防止它粘到锅底上面 全程保持中小火 慢慢地给它轻炸 油温千万不要过高 如果过高的话 里面炸不透 外面就糊掉了 一点都不好吃那样炸出来的薯条 大约一分钟之后 炸至所有的薯条 稍微定停 然后用个铲子 轻轻地给它推动一下 防止它粘连到一块 如果有粘连到一起的 我们一定要给它分开哦 就像这样保持中小火 慢慢地给它轻炸 炸的过程中 用个铲子不停地给它翻动 这样可以使它受热均匀 熟得更快 而且颜色会更加的漂亮 全程大约炸了6分钟 炸至所有的薯条 八面金黄 用个露勺摇起来 能听见哗啦哗啦的 像这样就说明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金黄诱人呀 非常的漂亮 而且满屋飘香 还不能出锅 就把戈壁家的小孩都馋过了 真的是太漂亮了 然后我们给它捞出控油 薯条控好油之后 给它倒在一个黑色的盘子中 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 非常的酥脆呀 接下来我们拿一个让大家看一下 听一下我们这个薯条炸的 外皮非常的酥脆呀 哇真的是太香了 尝到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哇真的是太香了 外酥里糯 咸香味又美呀 如果家里面条件好的话 再配上这个番茄酱 尝上一口 这个味道别提多爽了 酸酸甜甜的 非常的美味又好吃哦 关键是自己在家做的薯条 干净卫生安全零添加 我们用这个方法炸出来的薯条 外脆里嫩 酒放不回软 喜欢吃薯条的朋友 一定要收藏起来 试试这个方法哟 保证比你在肯德基买的 还要好吃十倍哟 自从学会了薯条这样做 我家孩子刚三差五 点名要吃 每次做一大盘都不够吃的 上桌是瞬间秒光呀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 这儿薯条的小技巧就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感觉我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麻烦多多您 放下的小手帮忙屏里转发 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